我们不仅仅是带来了5G的最新的通讯性能 而且结合我们自身在行业的理解 在整个的可靠性 智能化 管控 包括加载各种传感器 数据采集 我们都是全面领先的整个业内水平 同时的话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今年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我们应该也快速反应 我们针对整个疫情抗疫这方面 我们用科技的手段 我们推出了一个扫码 测温 加上云智能的一款终端产品 目前也深受复学 复工 包括各种高效的一个积极的响应 那同时的话我们在一些冷链 超高频等等 我们一些西边领域都推出了很多领先的产品出来